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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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获评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徐阳墓地 当初 这座编号为M15的墓葬曾经让考古队员很费解 饕贴葵纹边珠 石质边庆 这些至少是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品 还有水晶 玛瑙 金箔 玉黄 玉片 各种小型陪葬品 以及一座车马坑 但尸骨却有六区 究竟谁才是墓主人 2013年的洛阳市伊川县 异常发生在徐阳村卖地中的盗墓行为 引起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和公安部门的注意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立即派人对现场进行勘探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立即派人对现场进行勘探 他们发现了耕地中的道度 于是 2013年9月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徐阳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考古队正式进驻后突然发现 在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竟然有400余座墓葬 其中大型墓葬六座 中型墓葬十二座 车马坑十五座 墓地的大部分遗存属于东周时期 洛阳曾经是东周王城所在地 在王城之外 发现东周时期高等级墓地 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 这次发掘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徐阳墓地不仅出土了东周物丧 常见的边珠 边庆 青铜鼎 等高等级里气 更让人诧异的是 还发现了大量动物 或马牛羊头蹄驯生现象 这是西北荣人特有的藏俗 头蹄藏 中原腹地 怎会出现西北荣人特有的头蹄藏 周天子脚下 为何会有荣人久屈 考古人员查阅文献后发现 公元前六三八年 一只原来活动在西北的鹿魂蝉 嵌入了伊合流屋 并在此延续了113年之久 考古发掘四年后 2017年夏天 徐阳墓地最后一座大型墓葬 M15号墓终于等来了考古队员 之所以此前没有发掘 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有人甚至推测 这座墓葬的主人 至少是一位陆魂荣高等级贵族 甚至有可能是陆魂荣的国王 那么黄土之下到底真相如何 清理掉M15号墓上方堆积的土层 一个超过40平方米的墓室开口 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划分的 就大型墓葬是 就墓口的尺寸或者面积 是在20平方以上 中型墓葬是介于20到12之间 小型墓葬就是12平方以下 是这样划分的 M15号墓的开口超过40平方米 这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激动不已 发掘的时候 就是知道一解开以后 就发现它的规模是 这个巡洋墓地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墓葬 M15号墓的规模 超过了巡洋墓地之前发现的所有墓葬 而且就在它的周围 还发现了车马坑和数个小型殉葬坑 这让考古人员十分激动 M15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所有人充满了期待 2017年8月 对M15号墓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考古队员开始从墓葬顶端向下发掘 然而发掘不到两米 一件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这一座大墓发现了明显的挖掘痕迹 一切M15在所在区是盗墓最迷 盗墓的最关注的地方 虽然从地表看来 M15号墓所在的小区域 并没有明显的盗墓痕迹存在 但围绕在它的周围 大大小小的盗洞近五六个 距离不到十米的M10号墓就严重被盗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 里面还有盗墓在打的自撑 里面还有抽水机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M15 是不是也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但是我们怀疑这个是不是会被盗了 M15号墓是否遭遇严重的损坏 墓葬中是否有珍贵的随葬品 它们是否已经丢失 考古队员急于弄清这些问题 发掘的速度开始加快 然而继续向下清理后 却发现原来是异常虚惊 在M15号墓的上方 叠压着两座近代墓葬 那些挖掘的痕迹 出现在这两座近代墓葬上 这两个打破它的这个异性 是两座近代墓 所以说出发的这个墓是保存好 M15保存完好 不曾被盗 这个消息令考古队员十分欣喜 满怀期待继续向下清理 渐渐地细心的考古队员 感受到一丝异样 其实这个水位限制 也就是距现在的地表 三到四米这个之间 里面的土壤它也是比较湿润的那种 土壤湿润松软的触感 让考古队员隐隐感到不安 当发掘到距离地表近五米处时 不安终于变做突发状况 墓葬里开始不断涌出地下水 它这个发掘区域的水 它都是三米左右吧 挖三米左右都减水了 减水了以后它这水很特别大 你都不好控制它 墓葬中涌出地下水 这对徐阳墓地的发掘来说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徐阳村的地下水水位非常高 在开始发掘工作时 几乎每座墓葬向下挖三米左右 就会出水 而墓葬的深度往往有六米多深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大型墓葬 甚至一些中小型墓葬 都不同的程度上受水的影响 有些小型墓葬 我们在清理过程当中 基本上建造了墓主人的 这个尸骨以及随葬物品 都是在水里泡人 在发掘M6号墓时 考古队就曾遭遇了一场地下水 为此考古队员甚至借来了抽水机 一边往外抽水 一边站在泥泞中清理器物 后来没有办法 只好将M6号墓整体打包 搬进实验室中 才完成了最后的清理 徐阳墓地的地下水来自哪里 从高空俯瞰徐阳村 可以看见 北侧就是顺阳河的南岸 甚至还有一段河水穿过了墓地 A片区的这个北侧 它就是顺阳河 它是一河的一条支流 在我们这个调查过程当中 它自西向东横传墓地 更糟的是 徐阳墓地与河床几乎持平 这就不难解释 为何每座墓葬在发掘时 都会伴随着地下水的涌出 问题随即产生 两千多年前 逐水草而居的布魂龙 在迁顾洛阳后 选择进水而居是习惯 但是当年他们在建墓时 就没有遇见过地下水吗 调查发现 两千多年前 徐阳村这个区域的水位 比现在要低 水位上升都是后来的事情 也许是地质环境发生了改变 也许和上游修建水库有关 而顺阳河也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 导致河流改道 才横穿了徐阳墓地 只是大地的沧海桑田 这一次直接造成了M15号墓的地下水 涌量很大 不仅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公诉 而且对文物安全也造成极大的威胁 随着这个抽水的过程 它这个水位上上下下 对于周边这个土坑壁 是一种这个冲石冲刷 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造来 就会造成一种塌方的一个情况 另外水流的一个作用 还对于我们清理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想清理出来 它的果灰或者关灰 水流一冲刷的话 就会把这些灰的痕迹给冲刷走 为解决这一难题 徐阳墓地大型墓葬的发掘 一般都会选择在冬季进行 因为此时是河流的枯水期 地下水的水位比夏季会降低很多 另一方面 考古人员试图用打紧降水的土方法 来降低水位 也跟同行们也做过探讨 当时我们这个北方很多干考古的 就是一个开封还有商丘 他们也经常接受接受到水下考古 但是他们那边 后来把他们这位专业队伍也找来了 找了他们一看 他说我们糗事也没遇到个这样 这么大的水 他们那考虑以后 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 后来就是我们还是用土办法 我们说是老百姓说 那你在旁边打烂紧 然后抽水 学阳墓地的另外几座大型墓葬 在发掘时都采用了这种土办法 很快就解决了地下水的问题 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们是采取在墓葬周边进行打井降水 最后还是采取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对墓葬周边去进行大扩方 也就是我们使周边的 这个能挖的这个能挖的有一个深坑 这个深坑足以放这个抽水的设备 深坑的位置一般设在墓葬四周 从墓葬四周挖出沟槽作为连通 深度一般会比墓葬低一到两米 让水往低处流在深坑中汇集 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的轰鸣声 在考古工地上响起 M15号墓葬的水位开始下降 可是地下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考古队却遭遇到新的问题 此时正至寒冬 地下水很快就结成了冰 麻烦事一箭接着一箭 当时是罗阳最冷的季节 就是在七八米身下水都冻了 就是抽着水 但是下面结着冰 就是非常难的 快速结冰的地下水 致使抽水机无法正常工作 现场的考古人员只好分成两组 一组守着抽水机 不断将冰块砸碎 不断捞出运走 以保证抽水作业的顺利进行 另一组队员则干着老本行 抓紧时间向下发掘 坚硬的泥土不断被凿开 土层一点点下降 此时考古队员发现了深含的泥土 从木口清净到五米多的位置 就是基本上见到有细小的木质的腐朽的痕迹 这个我们当时判断它是 应该是果灰 果灰就是木质棺果腐朽之后留下的痕迹 寒冬中那些深褐色的泥土 散发着一股腐烂的味道 考古队员顾不上我鼻子 此刻很兴奋 因为发现了果灰 就表明他们已经发掘到M15号大墓的内部 考古队员加快了速度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们却迟迟没有发现棺果的痕迹 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 大中小型的墓葬中均为一关一果 作为徐阳墓地最大的M15号墓 怎么会没有关果呢 因为当然这个腐朽过程当中 它因为是木质的材质 所以说它这个只要一腐朽完之后 它原先的顶部这个板 顶板 裹顶板 它腐朽完之后 墓葬本体的填土 它就会往下塌落 问题仍出在地下水上 民间谚语这样形容墓葬的选择 干千年 湿万年 不干不湿 只半年 徐阳墓地的地下水 两千多年来不断掌落 M15号墓的棺果 被侵蚀得早已腐朽 那留下的一点深褐色墓灰 成为了它曾经存在的证据 由于长期被地下水浸泡 墓室极易塌方 考古队员需要格外细心 当清理完墓室东侧坍塌的土层时 一抹熟悉的绿色 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清理的时候 一发现这个是牛 一发现这个是绿燕水 可能在眼睛中几次杀那个吧 郭改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考古队员 听到消息后 赶忙放下手中的工作 跑来亲自清理 慢慢地绿色露出了形状 一清是个牛 这是可能是编冲 编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 被称为重乐之首 也是周代重要的礼器 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在徐阳墓地的M2号大墓中 考古人员就曾发掘13件编钟 旁边还发现了配套的一组边庆 结合M2号墓出土的其他器物 考古人员判定 M2属于王级大墓 墓主人可能就是某位陆魂戎国君 而眼前的M15号墓规模更大 现在也发现了编钟 这会是第一件吗 M15号墓主人 会不会也是一位陆魂戎国君呢 正当考古人员满怀期待 准备开始清理编钟时 突然墓葬中的地下水 不受控制般地开始喷涌 墓室内的水位急剧上升 我们虽然说把墓葬周边的去抽走了 但并不代表别的地方的水 它不会涌过来 由于M15的阔方面积加大 发掘层位加深 地层中的地下水 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个大坑中 它水是活动的 所以说水这个 在清理过程当中 其实是在跟水斗争的一个过程 面对从四面八方 快速涌入的地下水 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 已经力不从心 考古发掘工作 大部分都远离城市村庄 发掘现场的环境相对艰苦 甚至恶劣 遇到这种不可抗因素 工作进展就会更加困难 对重要墓葬进行整体打包搬迁 在实验室里进行发掘清理 是近年来考古界常用的方式 此前 徐阳墓地M6和M10两座大墓 都采用了整体打包搬迁的方式 将两座墓葬转移到实验室内 完成后续清理发掘工作 为了搬这个M6 我们在我们单位的一个 长库这个地方 专门盖了一间两间大房子 就准备把它拉回来 做清理 M15号墓也要再搬一回 但这一次难度却非常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就是一个豆腐块 当然这个对于墓葬整体 咱们不可能是把内部给它提取了 而是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壁部分 就是整体的就是切块 也就是说墓壁 包含了墓壁以及墓葬本体 一起给它装箱 所以说整体来说 就是它的难度就在于 这个墓葬本体的重量 M15墓葬长7.85米 宽5.5米 深6.8米 文物本体的重量预测 就已达到100多吨 加上墓葬打包 加固 套箱所用的木材 钢板等材料 整体重量还要增加很多 面对困难 考古队没有纠结 因为墓葬在原址上 完全无法进行发掘作业 打包搬迁是唯一的选择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减轻一些重量 我们在对M15进行打包的过程当中 是尽可能地想 一个是减轻它的重量 一个一方面是 对它这个墓葬本 就棺果内部的一部分填土 尽量地进行一个清理 说干就干 考古队员抓紧时间 清理填土 减轻重量 另一边 考古队员还在为这座大墓 选择搬迁地点 所以说这座墓葬是目前 我们清理的最大的一座 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小了 这是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曾经的墓葬搬迁 墓葬被打包吊起 装上卡车 穿过城市 运往考古基地 但M15号墓实在是太大 如果搬回洛阳市 在运输过程中 不仅要途经一个 不足五米宽的小桥 还要穿过村子中的小路 加上箱体的宽度 你像七米八 其实箱体加上了快八米多了 宽度又快接近六米 又往外放了 我们尽可能往外放的少 也就是加了35到55公分 也就六米了 你想想出车的一条路 最多农村的道路 它能宽到哪种地步 我们不可能不让别人走 就出车 所以我只能说是 抬上到地面 然后进行清理 M15号墓5去往洛阳市 已经不现实了 在综合考虑之后 考古队决定 究竟安放 将放置的地点 选择在 不到15米远的一处空地上 放置这个墓葬本体 然后便于我们现场进行清理 如此之近 却又不得不搬 搬迁方案敲定 现场的工作人员 开始忙碌起来 清理填土 四台抽水机继续抽水 套箱打包 M15整体搬迁准备空所 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就是在这个箱体周围 进行一个 就是其实我们进行一个焊接 通过对这个墓葬本体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加固形成一个箱体 然后再对箱体底部 也用墓葬M15本体的底部 进行一个 用穿管 通过对穿管填充这个钢管 然后再对钢管进行焊接 再在支底部 再进行一个加固处理 它就相当于箱体和M15本体 就相当于它把M15装在一个箱子里头 然后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 这个铁台声的这个过程 操作 一个月之后 M15航母搬迁公速迎来关键时刻 大型起重机缓缓进入现场 就是我们使用的大型机械 比如雕机都是100吨200吨以上的机械 而且准备了三四台在现场 确实保证它这个 就是台声以及搬迁的安全性 以及可操作性 大型吊车伸出长长的机械壁 打算将物脏缓缓缓吊起 每次物脏打包吊桩 这个时刻都让人很紧张 如果说我们一次没有吊起的话 很可能就是对物脏本体 就是一种损坏 更何况M15航母又如此之大 M15航母缓缓被提起 随后它被放置在 等候在一旁的大型卡车上 接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对箱体位置 繁华设施再次进行检查 进行微调固定 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 却感觉过得好漫长 三个多小时之后 M15号母的整体搬迁工作 终于圆满完成 可接下来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必须尽快完成 如何解决木葬被改变的温湿度 之前就发生过 木葬打包搬迁之后 由于环境的变化 带来的一些问题 你喷得太多也没有办法 喷得太少了它就干了 后来我们清的时候 也是很多东西 它就已经板结在那个泥土上了 你敲都敲不下来 就是说是 虽然是就有这么一些遗憾 就是搬回来清 就是你离开这个工作环境 它就没办法去 有些事情还是没办法提起出来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我们现在搬过来以后 我们没有实现 把它直接放到地表上 而且做了一个 嵌入式的一个放置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是把它埋在地下的 就保证这个木葬打包 整体打包以后 它跟地下这个水 还保持一个水分的交流 这个好处就是可以保证 当然这个M15 它可以跟地下这个石度 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交换 保持它一个石度的一个稳定性 嵌入地下一米左右 让温湿度和之前同样 同时没有了地下水的侵扰 随后考古队又建起顶棚 一个野外考古实验室 终于完成 M15 学养目的最大的一座木葬 实验室考古即将展开 随后终于完成